在校园,讀潮事若多日 香港十间大学校长终于前日联署发表声明 表明,港独违反基本法 并谴责有人在校园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 不少市民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明 他们绝对支持校长的做法 并批评,港独以提荒谬 对香港百害而无一利 又强调学校不能成为宣扬,港独的平台 校方应尽快行动 将有关播、读、宣传品清除 及处分有过火行为的学生 苏先生指出,港独违反法律 超出言论自由的标准 校园已至任何一个地方不应宣扬 播、读的宣传品需要尽快清除 以免令违法思想在校园继续下去 又认为大学校长在开中名以拒绝校园播、读外 更应该考虑开除鼓吹、港独 言行过火的学生 陈小姐认为不单是大学校长 全中国的人都应该明确表态他 读、言论自由是在不分裂国家 民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权利 鼓吹、港独已超越言论自由的底线 希望他们应想清楚了解 港独是不可能的事 岑先生认为近期在校园出现的港独标语及横幅 一面倒的鼓吹和煽动 有关的违法主张更以超过言论自由的范围 校方应该制止 他批评 哪些鼓吹、港独的学生不切实际 浪费精神及影响学业 质疑他们可能只是受他人利用 所以对、港独根本说不出个所以言来 陈先生提到 基本法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故鼓吹、港独是违法违宴的 在校园内当然不能提出有关主张 大学校长站出来抗、独是应当之事 有关宣传及横额也要尽快移除 否则贴完标语出来 容易构成一个不好的趋势 生忍好 他认为年轻人容易受贫贝及社会氛围影响 大学生教义受到、搞事、分子煽动 占中,已经表现出 年轻人的热情 便是被带要停这样大学教授煽动和利用了 林女士大赞各大学校长 有种 够胆表态 强调大学生在校园 个个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应该分清是非 不能做超越法律及道德底线的事 该批大学生在校内宣 独以超越底线 而在民主场是乐教育局副局长蔡若年之指离世 更是违背道德 更怀疑背后有其他势力鼓动他们 搞乱香港 他认为 近日强调言论自由并非党战牌 现在一班学生是只允许自己有言论自由 不顾道德及法律底线 唐学生有不同政治理念 应该理性讨论 提出建设性建议 而非一美通过冲击 暴力去分裂香港 真正爱香港的人士不会这么做的 李先生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绝不可分裂出去 违法港独主张不在言论自由之内 并怒斥煽动 港独的大学生 食菜米 不是什么都可以说 言论自由都有底线 因此 他支持大学校长坚决反 读 及尽快移除校内相关宣传物品 他希望大学生理应专心读书 而非在校园作为法主张 浪费政府公帑资助其大学学位 陈先生形容该班宣扬 港独的大学生不可理喻 如果要 港独 你先做到独立念大学 独立养自己 不要拿着政府的补贴读书 依靠父母的供养过生活 又在者里要求所谓独立 当学生出社会独立 银食 便会知道 港独以提荒谬 对香港百害而无一利 他批评学生意想天开 不切实际 不休息 不休住 不知生活辛苦 不念书 就只知道 吵吵吵吵吵 他支持校长明确表态反对 港独 希望事件尽快告一段落 不要再浪费社会资源 浪费公帑做无谓的事 陈先生自然对政治无兴趣 但 港独问题就 一定要反对 支持校长发声反 港独 及拆除有关宣传物品 他认为 小数的港独 分子 若不喜欢香港 可以移民 无人阻止你 但请不要搞乱香港 又质疑有外国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学生背后可能有外国势力插手 希望年轻人多独立思考 考虑 港独会对香港造成的后果 黄女士坦然 自由不是绝对 言论自由都要遵循法律及道德底线 大学是学习的地方 有学生在校园宣传 港独的做法并不合适 大学校长就此表态最为关键 既然十大校长已作联储表明反对 港独 社会及政府应尊重校方决定 并希望学生也应收敛 不要再将太多精力及时间 摆在政治事件上 搞无谓动作 而是将时间放在学业 杨先生批评 有部分大学生在校园宣传 港独是不好的做法 并认同校长应该正式发声 反对 港独 并认尽快移除各式相关环额或宣传物品 这些言行根本没有建设性 他强调 现时指示极小部分学生为 港独 起控 这班宣扬 港独的学生并不能代表 所有的大学生 大部分学生 甚至大部分年轻人 都会在学校园宣传物品